记者陈冠的章话报道 医生我没钱看病 许在之医生没关系 先拿药治病 曾获医疗奉献奖 人称在之先的许在之医师 去年8月盟主恩赵人医精神令 不少人怀念 普新乡公所与许在之家族 习习整理许医师义务 今日在在之诊所以故事乌方式复刻 重现行医光景 并以其口头禅没关系 制作许在之行医就事的故事绘本 故事乌将展出到本周平安夜结束 之后可能拆除 相免怀在之先的民众得把握机会 普新乡百年天主教堂罗措天主堂 将在平安夜举办光雕秀 今年特别加入许在之医生生前回顾 纪念这位普新乡名永远的守护神 普新乡公所也将停业超过五年的 在之诊所重新开张 包括许在之医师生前的医生包 听诊器 新一代的安全帽与全块木制的领钥匙 与后整衣等全部原制原貌呈现 普新乡长张成瑜表示 许在之医师在普新行医超过一甲子 一直到九十二岁才退休 几乎全年无休 不管深夜或大雨 还是弱势患者没钱求助 他都一句没关系继续帮患者看诊 这次特别制作没关系医师会本 目的是让更多人记住在之先的故事 普新乡公所名政客职员修立文说 看到这版会本感触很深 因为出生时 就是被许在之医师接生 小时候曾经半夜发烧求诊 许医师二化布 说爬起来看诊 现在才深刻感受没关系的服务精神 真的很感动 江成瑜也说 在之诊所因乌林超过五十年 恐有冬塔危机 因此明年春节后 将面临拆除所方积极与医师家族 争取保留诊所风貌 希望在近期寻觅心智 重建诊所风貌 永远贬藏在之先人医精神